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打算买一把点藏红点散弹枪 这强的攻击力还不错有115点 真正甩Case就一条间了 售价41万斤条有点小贵 舍不打孩子逃住了咱们卖了 小强也是打算去拆架搞事情顺便试一下新枪 看到一个同行在里面咱们继续看什么情况 哎呦这里有个人感觉有点熟悉啊 看了一下名字才知道原来是方点点 这不是之前口爱咱们的家伙吗真是有缘 总算被我逮着你了直接把他给灭了 农场还藏了一个家伙那就顺手解决他吧 点赞分者输出就是爆炸两三枪就把他给打藏了 鸟枪换炮就是厉害 之前还被人欺负呢现在立马碾压回去了 这个同行一直在救人看着他们关系挺好的呀 本来贤狼不想灭掉他的 但仔细琢磨了一下还是把它解决了吧 对敌人手软就是对自己藏的 他们现在不敢攻击贤狼那是因为咱们装备好 如果贤狼的装备还是之前那么水的话 这赢的人咋就满进来制裁我了 哎咱们把他的无人机也给灭掉吧 算了手术块不然可以让他心疼一下的 居然有人赶马进来真是够呆了 喷子的输出就是爽比步枪厉害多了 要是用步枪的话打一个人不知道要费多少时间呢 哎呦居然还想偷偷救的你发誓想多了吧 这强的输出真的没人能扛住你三派 好羡慕牙弄的我也想玩了 哎呀披过头了被这赢点人围殴了 咱们状态有点长还是先站一车推吧 让你皮这下难受了吧 这座方甲甲追的真劲啊 咱们不点状态防打一波 我许咱们两个一模一样的吓我一大跳 哎呀他队友过来了完全没胜算啊 咱们继续逃好安不吃眼全亏待会再回来复仇 这人还真够拼的死活都要满上来 这块肥肉都送上门了咱们没理由不吃啊 OK成功解决这下舒服了 正当队友没过来咱们补一下状态 顺便多做点医疗箱免得待会不够用 咱们的学团居然在下降 我许每次偷袭 只要一点枪声都没听见这也太奇怪了 但凡有点声响我反应都不会这么慢 现在可以和他过过招了 这人好损啊竟然不敢过来 有人偷袭你啊快点跑吧 怎么回事啊他在哪偷袭的 怎么我又没听到枪声 有小伙伴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哦 本来想做飞机回去的没想还是被人堵了 算了不挣扎了咱们脱甲减养点损失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见你 我是祥我们下期见拜拜